虽然穷但不乱说脏话 我们不去偷 我们不去抢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们不会打 你要努力读书 将来做一个有用的朋友 周星驰主演的最后一部电影 《长江七号》中 有一个让人心酸的场景 儿子小迪在商场中看到了一个玩具 抱着不肯撒手 周星驰饰演的父亲 一脸苦涩的斥责儿子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我没钱呢 小迪可怜巴巴的哀求 就买这一个 以后永远都不买了 周星驰拉不开儿子 又见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投过来 便一巴掌一巴掌打在小迪身上 让他把玩具放下 其实这一幕 是周星驰童年时的真实经历 很小的时候 跟我妈妈跟爸爸出去 放街的时候 我看了玩具 但是呢 都不买 然后最后还打了 很多年之后说起这件事 周星驰的语气里 依然有掩藏不住的委屈 我们常说 原生家庭就是一个人的宿命 这句话在周星驰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童年的困顿 成年后在社会底层的摸爬滚打 丰富了周星驰的创作生命 让他塑造的每个角色 都有血有肉 深入人心 然而他的整个人生 都和他的早年经历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一层抹不去的人生底色 成就了周星驰 却也伤害了他 周星驰童年的第一个关键词 是困窘 他的母亲林宝儿 早年就背着黑五类的身份 从广东前往香港谋生 为了稳住脚跟 嫁给了一个来自上海的移民 也就是周星驰的父亲 周星驰有两个姐姐 一家五口人 住在九龙贫民窟 睡的是上下铺的架子床 日子过得很清楚 功夫里的猪龙城寨 是周星驰对自己童年生活环境的全面还原 阴暗 破败 如热 狭小的空间里 挤满了贩夫走足 三教九流 租客站在空地上大喊 包租婆 怎么没水了 包租婆叼着烟卷走出来 破口大骂 不断催他们交房租 并且把现场的每个租客 都挨个骂了一遍 这其实就是周星驰的童年经历 和底层社会的各色人等在一起 常常要面临交房租的压力 不然就要担心房东把自己扫地出 由于生活压力太大 周星驰的父母开始频频争吵 甚至互相殴打 在周星驰七岁那年 母亲终于不堪忍受 带着三个孩子离了婚 家里终于清静了 但是也更穷了 母亲为了三个孩子 甘愿牺牲一切 他常常打三份工 日夜不停地干活 看得好吃的也舍不得吃 要带回来分给三个孩子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一个单亲母亲带着三个孩子 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有多艰难 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里 周星驰印象最深刻的美味 是尺油捞饭 能吃到肉的机会很少很少 有一次母亲带回来几个鸡腿 烧好吃后分给孩子们 但周星驰却任性地 把鸡腿扔在地上 母亲一下就火了 骂他浪费食物 还忍不住打了他几下 后来母亲把弄脏的鸡腿捡起来 用水抽干净吃掉了 原来这是周星驰 故意扔在地上的 这样母亲才有机会吃到鸡腿 后来这个鸡腿 就一直留在周星驰的印象中 我们可以看到周星驰的电影 几乎每部作品 都会出现鸡腿这个食物 童年时候吃不到鸡腿的经历 一直留在他的印象当中 不仅如此 自己经历的很多悲惨的故事 都被周星驰当成了笑料 融进了电影中 在《长江七号》中 那个辛苦干活 自己省吃剪佣的父亲 却供儿子念贵族学校 然后他的孩子就在贵族学校 被那些学生欺负 其实这也是周星驰早年的经历 他母亲打三份工 供养他们兄妹三个人 即使再困难 也想让他们读好一点的学校 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而周星驰因为自己的穷苦出身 显得太寒酸 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欺负和侮辱 感到深深的自卑 周星驰早年的经历很苦 不受赏识 做过太多职业 跑了七年的龙套 所以一遇到机会 就会紧紧抓住 有一次 他认识了一位导演 就努力向他推荐自己 导演也一直点头 说下次有机会一定合作 后来在出门的时候 周星驰并没有立马走掉 而是在门口抽了一支烟 无意中 听到导演和别人聊起的时候 那个导演笑着说 他怎么像条狗似的 那一刻 周星驰的自尊心 感到了狠狠的被羞辱 在《大话西游》片里 至尊宝和紫霞 在城墙上相拥 紫霞看着远去的孙悟空说 你看那个人好怪 至尊宝点点头说 嗯 那个人好像一条狗 这其实是他对自己 当年的一种回应 其实喜剧的背后 往往都是悲剧 对我们而言 我们看到的那些 搞笑的场景 可以没心没背的 哈哈大笑 可那些都是他 过往的辛酸经历 他把自己被羞辱 被欺负的经历 用喜剧的方式表达出来 可路过的人 只是觉得好笑 其实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悲剧 做人如果没梦想 那个嫌疑又什么分别 如果你足够喜欢周星驰的电影 你会发现 周星驰几乎把大量的镜头 聚焦在底层小人物身上 《喜剧之王》里 他是个龙套演员 《国产007》里 他是个卖猪肉的 《少林足球》里 他是捡垃圾的 《武状元苏启尔》里 他是个乞丐 这些角色 很多都是他摸爬滚打 几十年接触的真实人物 甚至有些角色就是曾经的他自己 对 他就是自己心中的那条咸鱼 他有梦想 却因为坚持梦想而受到打击 嘲讽 甚至是羞辱 《破坏之王》里 何金银对女神一见倾心 可他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屌丝 唯一坚持的爱好 就是搏击技术和改造 有一天 当他把自己收拾得体体面面 打算给女神留下个好印象 却碰到几个混混 被打得遍体磷伤 沾了满手的屎 《喜剧之王》里 隐天愁热爱演戏 得到女明星青睐 有一个出演男主角的机会 但最后却被通知 不用他演了 让他交还剧本 他神色复杂 把剧本递过去 但却不肯放手 手指 把纸都按出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舞状元苏起而立》 他想考取状元 可是却惨遭抄家 他躺在一把竹椅上 声音低沉地哼唱一曲 《红竹泪》 小人物因为坚持梦想 因为想要咸鱼翻身 却总被捉弄打击 这种凄苦与挣扎 在周星驰的作品中层出不穷 但在电影的最后 这种小人物 却都大获全胜 实现了人生逆袭 他用喜剧的方式 对这个社会和现实 进行了讽刺和反击 在《八三板社交英雄传》 他饰演一个蒙古小兵 然后被梅朝风 练九云白骨爪的时候给抓死 本来往这一躺 死就完了 可周星驰却不干 他觉得这样不真实 他详细地跟导演解释说 要增加一个动作 可是导演 听都没听 就轻蔑地送给他了一个字 滚 即使很多年后 周星驰还是坚持说 再小的角色 也算是表演了 那些用力 想要从底层爬出来的小人物 其实都有他曾经的影子 他就是想要一部部作品 告诉世人 即使是一条咸鱼 也理应获得相应的尊重 人一梦想而伟大 周星驰喜欢把镜头对准那些 有着大梦想的小人物 其实是想传递一种普世价值观 出身决定不了命运 虽穷但不可制端 做一条有梦想的嫌疑 他的人生也会一意生辉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摆在我的面前 但是我没有珍惜 等到了失去的时候 才后悔默契 一生所爱 错过就不再回来 周星驰曾经有过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的人 他叫罗慧娟 和自己的母亲的性格很像 是周星驰的初恋 也是他在最艰难 最极其无名的时候遇到的 彼时的罗慧娟 是小有名气的TVB花蛋 而他只是一个死跑龙套的 但罗慧娟并没有嫌弃他 而是给他介绍很多资源 有时候周星驰拉着导演 去罗慧娟家里聊剧本 罗慧娟就在一边端茶倒水 只是听他们说 并不多打扰他们 和罗慧娟一起后 周星驰事业慢慢变好 也是在那一年 他获得了第25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 开始嫌疑翻身 1989年 两个人的事业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周星驰拍戏的时候 罗慧娟去探班 罗慧娟拍戏的时候 周星驰开车去接送他 两个人一起在出租房买菜做饭吃 爱得如胶似漆 两人互称娟妹 星哥 那是周星驰的黄金四年 他拍了很多电影都大火特火 但那个时候的周星驰也很忙 两个人聚少离多 也渐渐有了分歧 而这个时候 罗慧娟想要一个家 也就是说 他想要和周星驰结婚 周星驰曾认真地考虑过这件事情 还问了导演刘振文的意见 他说我想结婚 你想结婚 不是开玩笑吗 你就爱自己还未结婚 他说 哎呀你别想 我真的想结婚 但最后 因周星驰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不想因为结婚影响事业 想要再等几年 这是最表面的原因 其实最深层次的原因是 周星驰曾亲眼目睹自己父母失败的婚姻 父母之间互殴的画面 留在了他心中 他害怕结婚 周星驰把心中的害怕 和罗慧娟说了出来 可能这段感情还有旧 可是他却偏偏是一个不解释的人 于是导致他和罗慧娟越走越远 最后分手 分手之后 他也遇到了很多女孩 富豪之女 于文凤 21岁的女大学生 周英 从海外回来到莫文卫 他都和他们有过短暂的恋爱 但相处不长 他再也无法像第一份感情那样 全身心地投入去爱一个人 罗慧娟并没有在原地等他 而是嫁给了一个新加坡人 周星驰再也没有了机会 罗慧娟很喜欢潜水 他很喜欢把自己比作美人鱼 在一次 巴布亚新几内亚潜水时 遇到意外 一只耳朵失聪 另一只耳朵也听力受损 于是退出了娱乐圈 周星驰得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发短信慰问他 娟妹 得惜意外 甚表关心 祝早日康复 罗慧娟回复 患难见真情 再见也是朋友 再然后十几年过去的一天 刚过完五十岁生日的周星驰 忽然收到了一个噩耗 罗慧娟 一患一腺癌 与世长辞 年仅四十多岁 周星驰不想因为自己的身份 打扰他 只是送了一个花圈 上面悲凉地写着 刘罗慧娟夫人 那个娟妹 她再也不能叫了 而是刘罗慧娟夫人 其实罗慧娟一直都住在周星驰的心里 她也常常回忆起这段感情 人们惊奇地发现 尹天愁对柳飘飘说 我养你啊 其实她在第一次遇见罗慧娟的时候 就曾经说过 《西游小摸》片里段小姐 想要找个人过安慰日子 生个孩子 简简单单生活 而罗慧娟当年也说过 我有一个小理想 就是找一个人和他组成家庭 生个小宝宝 然后简简单单地生活 2015年 53岁的周星驰拍了一部电影 叫《美人鱼》 拍摄在深圳大鹏湾 正是罗慧娟安葬的地方 罗慧娟很喜欢潜水 而她就是周星驰心中那一条美人鱼 《美人鱼》里 邓超对林雨饰演的《美人鱼》说 看得让人潜然泪下 曾经柴静问周星驰对结婚的看法 他苦涩地笑笑 说你看 还有机会吗 他怀着憧憬说 如果可以再重来的话 我就不要那么忙了 一万年确实太久了 所以就别等那么久了 雨气有些深深的怅然 后悔和不甘 如今行走半生 就爱 雨气有些深深的怅然 后悔和不甘 如今行走半生 就爱消失于风中 人间的风景变了又变 没有一个人默默地留在他心中 周星驰很喜欢用一首香港老歌 《一生所爱》作为电影主题曲 可他的《一生所爱》 也因为错过不再回来 他总说自己运气不好 是啊 他是真的运气不好 有人说过 一个人的一生和原生家庭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实周星驰只是 《岁月洪流》里面的一粒沙 周星驰说 我拍了那么多悲剧 你们却觉得那是喜剧 他把自己的一生 拍成了一部电影 他把太多的情绪 太多的悲欢离合 太多的爱而不得放在电影 如果他把自己的电影都拼凑起来 其实那就是他的人生 很多时候 我们看透了喜剧的内容 发现原来那些悲剧 年少的时候 我们看周星驰的电影《哈哈大笑》 可是到了中年才发现 其实那都是我们的人生 桃里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 很多人说我们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 可是岁月欠周星驰的 何止是一张电影票 优优独播剧场—— Along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